有女朋友吗 有有有有 女朋友有女朋友 别想了啊 女朋友有女朋友的 哇塞今天那个 粉丝们太热情了 有点热情的有点过头了啊各位 大家大家理智追星理智追星 我们 我们弄弄体育的也 也不会就是 搞得这么 这么这么热情 有点也有点不太适应 跟我们整个害羞了 我们两个人都 而且今天确实稍微有点夸张感 今天今天的机场 其实保安已经挺多的了 但是 就根本拦不住那些 那些粉丝们 他就往里挤 当时我还会往下 你行李去哪 我就应该推个车 我两只手推着行李 没了 被一圈人围住之后 我那行李都给我挤没了 一下扶梯我就马上冲出去 我就跑到大巴山上就上车 我看网上那些视频 追着我拍 拿着手机 在后面跑着追着我拍 我想手还挺稳的 跑来挺快 对对我拍的那个镜头还挺稳的 说明说什么 专业的 说明你还得练 他都追上你 还得练 有女朋友吗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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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的 别想了啊 女朋友 有女朋友的 女朋友的 微笑 你这是笑 笑了 苦笑 还有我那个 我那个 没考虑带了那个 你讲的 是吗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那个 你别给我截下来了 那个笑就 怎么会是 有时候面对镜头 我们需要表达一个良好的镜头状态 微笑 你这是笑 笑了 这样微笑 然后苦笑 还有我那个 我那个 没考虑带了那个 你讲的 是吗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那个 我没看到那个 你别给我截下来了 那个笑就 哼哼哼 怎么会是 吵下去了 反正就 就其实就 给别人感受 其实我们是轻松快乐的感觉 让对方有压力 我们其实自己是放松的 能用奥运语音的方式 说下对方名字吗 梁伟克 王昌 梁伟克 王昌 这个工作人员英文跟我讲嘛 我理解的是 他第一遍 就平淡的说 第二遍 就是语气在激情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但可能 可能我英文不太好 可能翻译有出入 然后 然后我就 我也是这么跟梁伟克说的 所以变成我们俩的名字 就变成 一遍正常 一遍 一遍就是 好像要打架的感觉 刘哥 王昌 对吧 对吧 好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